各位好,我是彭惠生 港股在2021年第一個交易日 整體走勢非常好 早段時間雖然受制於 美國交易所會將三隻中資電訊股除牌 但整體的影響只是困擾個別的股份 亦看回來說,資金繼續追入港股之下 令到恒指在今年第一個交易日 上升至超過兩百點 亦都見到成交進一步增加 在資金繼續追入底下 其實港股在短期裏面 應該進一步上升的空間是比較多的 尤其是現在去看回 恒指會在升破兩萬七這個關口之後 逐步逐步向上 有機會甚至先行修復回 去年就由一月開始形成那個跌浪的起步位 因爲看到去年一月的時間 當恒指由高位29,174點跌下去 3月份低位在21,139點之後 這一陣的反彈就修復回整個跌浪的61.8% 也都是大概26,11這個水平之後 一直都是沒有跌下來的 也都是見到資金在去年 就是12月那段時間 當整個市是維持在27,177點水平 受阻之後 仍然都是繼續有資金流日 遇到就是去年港股的整體表現 是相比起其他的亞太區市場也好 甚至是歐美市場也好 都是做得比較差底下 那港股的整體的投資比重 是相對於其他來講 是已經少了 在這個重新需要增加回港股的投資比重的情況下 港股是可以短期裏面進一步上升的 而現在去看回恆治 暫時都看著去年的高位 29,174點這些水平 但是這個水位來講 並非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甚至有機會是進一步向上 我們自己會看回 整個升浪是有機會 甚至去到34,100點這個水平 當然未必在今年會見到 但是都是見到有個比較大的機會 在今次的上升下 會升得比較多些的